很多人爱到日本旅游 其中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日本人 很有礼貌 服务态度很好吧 每次消费都情绪价值拉满 给客人无微不至的服务 走进日本服饰店 店员一定会打招呼 就喊 Irasha imase 试穿完衣服再跟你说一声 试穿辛苦了 结账完还会送客送到门口 90度弯腰鞠躬说拜拜 直到你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为止 几乎把客人当神一样 就算遇到不合理的要求 大多数服务业人员也只会默默的忍耐 不敢对客人不敬 不过最近这几年 这样的日本文化也开始被检讨了 东京甚至准备对奥客行为 制定相关的规范 日本的服务至上文化要消失了吗 大家好我是范琦菲 欢迎收看范琦菲的台台看世界 在台湾一般会听到的奥客行为 通常是叫你们老板出来之类的 但在日本这种等级的奥客算出街的啦 有公司的总机人员被顾客死亡威胁 还有艺人因为搭飞机的时候不满座舱 无法升等吃不到想要吃的飞机餐 就要求空服员土下座 就是低头下跪谢罪 超夸张的 另外也有外国籍的速食店员工 因为没办法完整回应客人的需求 就被客人当众丢铜板 甚至连公务员也常遇到类似的情况 像是大阪市就遇到有民众不断骚扰职员 叫他去死或要杀了他 但这个职员长期应付这个民众 至少超过374以上 时间合计长达295个小时 原来日剧里演的恐怖奥客是真的 这些奥客行为在日本叫做 是顾客骚扰的缩写 包括羞辱、说教、恐吓、强迫别人下跪 都算在内 根据日本民间智库的统计 超过三成以上的服务业人员 有被奥客骚扰的经验 其中超过六成是暴力或威胁恐吓的言辞 像是我要放火烧的这里之类的 另一个服务业工会的数据更高 五万名工会成员里面 有七成都曾被恶意投诉 而且有类似经验的公务员也不少 根据调查 过去三年 有将近半数的人曾经被骚扰 有超过五成的人因此想要请假 甚至没办法集中精神工作 为什么日本的奥客行为 这几年越来越多呢 有日本学者认为 主要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 消费者权力抬头 日本过去几年 接连通过消费者保护法 还成立了消费者厅 都让消费者地位提升 同时日本企业则因为出现造假 或商品缺陷的丑闻 造成消费者对业者不信任 第二 社群网站普及 让消费者能够更轻易的 能在网络上表达不满 特别是日本店员身上 桌上经常都有姓名牌 就算当下有处理 只要顾客上网公审 影响范围就会扩大 有些人看了还会跟着魔法 最重要的就是第三 日本社会为了满足消费者 长期提供过度服务 让消费者习以为常 甚至把顾客宠坏了 在高品质的服务标准之下 只要稍有疏漏 消费者就会觉得不合预期 进而产生不满 日本的服务精神可以追溯到 一千多年前的平安时代 当时逐渐普及的茶道文化很强调 要顾虑对方的感受 无为不至的招待来家做客的访客 或来店里面消费的客人 久而久之就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词汇 专指日本人这种细心待客 顾客智商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在日本几乎随处可见 而且深知在日本人的DNA里面 像是日本电车怕乘客迟到 所以几乎总能准点发车 民众打扫自家门口的时候 也会连门前的马路一起扫 每逢下雨天 白货公司就会在购物纸袋 套上防水的塑胶袋 以免商品淋湿 这些小细节 总是会让去到日本旅游的人 倍感贴心 这几年这样的文化 也开始造成反作用 由日本学者指出 过去很多受害员工 多半不是正直 很难向上级反应 就算能跟主管说 万一被当作麻烦员工 就有可能被解雇 加上传统顾客至上的思维 让日本公司内部 在保护员工面对奥客的保障上 一直不太完善 But 日本企业最近开始发现 奥客太多又不管 可能会出事的 因为很多员工身心压力增加 有高达六成的人 因此想要离职 日本两大航空公司 去年一整年 就合计发生约600起的顾客骚扰事件 我们之前说过 现在日本很多企业因为缺人 都开始想办法逆求人了 如果公司还没有作为 那还不要做生意啊 所以这两家航空公司 日前就罕见的发布联合声明 提出奥客因应方针 表示要以进决的态度 面对奥客问题 除了航空业 知名百货公司高导屋也首开先例 只要顾客对员工人身攻击 在网路上公开员工的个资 或是要求下跪道歉等 都可能被认定为奥客 之后可能永久拒绝往来 其他提出相应措施的 还有铁道公司JR东日本 让员工面对奥客的时候 可以拒绝乘客无理的要求或报警 通信电讯公司也针对 门市跟客服的窗口 定出了10种奥客行为 明文规定 如果顾客态度恶劣 将采取法律途径 其他企业则提出了 防止被上网公审办法 像日本物流业的左川疾变 就决定把货车上的驾驶员 姓名拿掉 改为营业处的名称 减少针对特定驾驶的骚扰行为 日本超商Lawson 则把员工名牌规定给改了 以前要求得在名牌上写名字 但现在写英文或是缩写也OK 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也动起来 东京都就创全国首例 打算制定反奥客相关条例 把顾客针对员工的暴力 胁迫等不合理的行为 归类为顾客骚扰 举个例子 假设你要花3000日元 买生日蛋糕要庆生 结果发现蛋糕上的名字写错了 这时候你如果抓着店员领子要求退钱 或是用礼貌的口吻 要求店家赔你1亿日元 这些都算顾客骚扰 但如果礼貌要求退还3000日元 就不算是骚扰行为 日本厚生劳动省也正研议修法 要求企业由义务制定保护员工的措施 同时也公布面对顾客骚扰时的阴影指南 例如可以找其他同学来帮忙 不要一个人面对顾客 或是录音录影留下记录 遇到暴力的时候可以直接联络警方等等 这样官方民间都来防奥客是很好 但有人指出怎么样算奥客是很难界定的 像是电车误点了 明明是铁道公司的问题 有乘客找站务员抱怨 如果站员道歉 那这个乘客算是奥客吗 真的在服务业第一线就知道 有很多情况是处在灰色地带 就算日本政府有相关指南定义什么是顾客骚扰 各行各业情况不同 恐怕也很难一提示用 不过我是觉得 虽然执行起来可能还有困难 但至少顾客骚扰这样的概念 能在日本逐渐普及也是好事 人家服务生也是人 不是什么奴隶或是仆人 重点就是一句话将心比心 各国的服务文化跟劳动条件多少有点关系 我在各国旅行其实蛮喜欢欧洲服务生的态度 亚洲服务人员地位普遍也太低了 很多时候都过度服务 我回来台湾之后觉得我都被宠坏了 我蛮讨厌顾客永远都是对的这句话 美国嘛就是资本主义过头 小费高的不合理 欧洲国家服务文化为什么喜欢 因为对方表现出来的态度 就是顾客跟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很平等 没有高低之分 有些人特别亲切 有些人特别有个性 但professional就好了 我有一次跟朋友在德国月里去吃饭 但朋友临时爽约我就一个人去 不知道为什么店长就时不时会来跟我聊个两句 总时还送我一堆东西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那天是情人节 他大概以为我在情人节被甩了吧 就是这种有一点朋友的感觉吧 所以虽然是误会 但是很窩心 欢迎大家来谈谈你们所在地方的服务文化 留言哦 如果想要更深度的了解今天节目讨论的议题 可以到LINE TODAY国际分类中的看世界影音下方 就有针对这个议题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分享给大家看世界 天安为你精神日子国际化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LINE